有小朋友齊聚山林間享受野炊烤肉 搭帳篷露營享受氣氛 近年來露營活動深受民眾喜愛 如今就連露營車市場也是越來越大 銀灰色圓弧形設計 利用拖車搬運的美式露營車 疫情期間在全球露營界掀起熱潮 台灣市場更是蓬勃發展 用噴燈在煙燻牛腹肉漢堡上進行炙燒 讓人看得口水直流 露營餐車就是用露營車改建 裡面可以加裝冷氣流離台 完全不需要電租 超級方便 台灣露營車選擇不少 美國百年露營車品牌Airstream 被稱作露營拖車界的勞斯萊斯 2017年引入台灣代理 不同車款要價170萬到255萬 2022年台灣銷量超過歐盟國家 僅次於美國 還有福斯2017年引進露營車 均價超過三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全球銷量兩萬三千三百台 另外林立也推露營車 是國內第一款合法改裝的先頂式露營車 價格簽名大約六十五萬 二零二一年新型商用車 在台售出一萬六千輛 根據統計全台露營車牌年齡量約兩百五十張 二零二三上半年露營拖車銷量大約十萬 現在台灣的市場因為疫情過後 大家都比較喜歡往戶外 戶外的活動會比較多 那休閒車的市場就變得會比較多一點點 會多得一成到兩成 台灣露營市場蓬勃甚至打贏歐盟 也難怪各大品牌都要搶供這塊大餅 我是新聞採用請黃瑞琳特別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